习近平25日晚以视像形式出席达语斯议程对话会,表示在国际上动不动就搞除勾,断工,制裁,只能把世界推向分裂对抗,各国应开展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不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 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国际抗疫合作,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极战略。央视发表评论让多边主义的火具照亮人类前行之路。 习近平25日晚和多米尼克总理施海里特通电话,称愿继续为多米尼克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施海里特话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在涉港、涉台等问题和中国坚定站在一起。 习近平25日晚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通电话,称中方一定能够如期搞定各项筹办任务,做店全面准备,确保北京东奥会取得圆满成功。 巴克祝愿中国人民新春快活,总理李克强25日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在中纪委传会的讲话精神, 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决定适时召开今年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 专题部署政府系统党封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人大委员掌律战书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纪委五次传会精神。 副总理韩正视像出席首届气候适应峰会呼吁主动落实巴黎协定提升适应气候变化水平。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论学习贯彻习总重要讲话精神。 专题报道,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2020年工业增速续贵回升,资讯通讯业平稳较快发展。 央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六缸创作座谈会举行。 各地加强疫情防控情况和国家卫健委通报疫情。 国内联播快讯,国际新闻。